你知道韩风的坟爵残卷和硝烟的坟爵究竟差在哪里吗 得知要老把完整版的坟爵传给了硝烟后 为何韩风不惜毁灭迦南学院也要拿到坟爵 首先韩风被次要老后翻遍星陨阁也没有拿到坟爵 韩风在药臣坐下修行时曾有幸观摩过坟爵 韩风觉得这部可以进化的功法非常强大 渴望力量的韩风便想要修炼这部功法 要老心细弟子 不希望韩风自费修为重新修炼 以药臣的地位完全可以让韩风成为斗气大陆首屈一指的炼药师 可惜韩风经不住力量的诱惑勾结魂殿被刺了师父药臣 自此韩风开始吞噬一火修炼自己阅读过的坟爵残卷 韩风确实赌对了 坟爵这部功法不断进化甚至可以超越天阶斗技 甚至成就了驼射谷地和炎帝硝烟 此功法并非斗气大陆所创 非常神秘 据说是大千世界吞灵族一位至尊所创 在韩风在极北之海中吞噬一火海星宴后 韩风发现了坟爵残卷的弊端同样是吞噬一火 韩风吞噬一火的难度远远高于硝烟 因为坟爵的不完整 吞噬一火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比硝烟吞噬一火更具有危险性 而且副作用更大 在吞噬第二种一火时 融合一火很不稳定 时间长了还会遭到一火的反噬 身体不但会遭受一火灼烧之苦 而且斗气也不纯粹 远不如完整版坟爵 明练出来的斗气强大 所以强行修炼坟爵残卷功法 真的是九死一生 韩风能狗到现在也是真不容易 可惜他的命运终究是会败在硝烟手中 成为小师弟斗地路上的垫脚石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斗破苍穹的老铁们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